10月2号 国际真商奖 巴黎时装周颁奖典礼 在法国巴黎举行 各国政商界名流 以及众多明星 超模时尚达人到场 其中战狼2 女主卢静山 偶像剧男神郑元昌 分别斩获由时尚教父Tony 颁发的全球最佳风尚奖的 女艺人奖和男艺人奖 提到拍摄战狼2 卢静山也是感触颇多 我真的很感恩 因为真的没想到 作为一个混血 我终于可以回国内拍地幕 这么大的中国电影 但是我希望我的爵士Dr. Rachel 可以启发多一点女性 去追求她们的梦想 此次真商的主题是 跨界无界 那不知道真元唱除了演戏 有没有过主持唱歌 等跨界的想法呢 作为演员 其实是不断地在 做任何的尝试 其实就等同于跨界吧 就是尝试不同的领域 不管是唱歌主持 或者是在演艺工作的各个方面 而来到法国吃喝玩乐 肯定少不了 但在这里 却给这人唱适合恋爱的感觉呢 迷恋 让人会觉得有种浪漫的氛围 在巴黎的街道上面 所以我觉得除了好吃好喝之外 这个城市非常适合谈恋爱 满国劳新闻 祝福小宗早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呀 报道